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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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覆盖了包括像线流线素 身份认证 可观测性 以及和各种公有云之间的对接 等等这样的一些功能 所以对于绝大部分的开发者 和一般的公司的场景来说 它是一个开箱即用的 这样的一个API Gateway 对 这是从技术架构上来看 从技术架构上来看 API 6分为了两部分 在左边是它的Data Plan 就是数据平面 右边是它的控制平面 数据平面上其实就是基于NGX 然后用了NGX的LULA的这样的一个 LULA JIT 内置了一个LULA JIT的虚拟机 然后去做了一些这样的扩展 所以大家如果用NGX的话 你会发现NGX有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没有办法去动态地去修改配置 我只能改NGX.conf 然后reload重启一下 那么第二个问题就是 我如果有几十个 或者几百个NGX的服务器 我没有办法做基金化的管理 那么这是大家用NGX两个痛点 那么在API 6里面呢 因为它所有的配置都是在内存里面 所以我们并不需要去 修改完配置之后重启 不用重启 我通过API去控制了API 6的配置 然后呢 因为我后面有一个ETCD的集群 所以我所有的配置在ETCD里面 所以它也解决了基金化的管理这个问题 解决了NGX这两个痛点 对 不仅如此呢 就是因为它是用Opera Asset的 所以你写原生的插件 大概API 6100个左右的插件 都是用LULA来写的 但是很多的工程师可能不太喜欢用LULA 或者不想去学习一个新的编程语言 那么API 6也支持用Web Sample 用LULA Java等等其他的一些语言去写插件 这个我们到后面会提一下 OK 这是API 6现在一些用户 其实你可以看到 不仅是一些互联网公司 像腾讯 阿里 字节等等 这些互联网公司会去使用 然后像一些传统的消费行业 像麦当劳肯德基 或者一些汽车制造行业 像吉利 理想等等之类的 或者是一些金融 或者是金融科技的公司 都在使用API 6去解决他们的问题 现在我们最大的用户是WPS WPS大概会有高峰QPS 大概接近200万 就是每秒钟会有200万次API的请求 通过API 6来处理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大的 这样的一个规模 OK 我们去聊一下API 6 现在API 6应该是3.4 我们去看一下3.3 3.4 去新增一些特性 以及新增这些特性 和我们后面的roadmap之间的一些关系 OK 第一个就是API 6支持了 host的级别的TRS协议的一个设置 就是在左边的话 你可以看到在这个配置和NGX的配置很像 如果大家熟悉NGX的话 那么它就是在NGX的一个配置文件里面 去指定我的客户端 TRS的版本 比如说1.1 1.2 1.3等等之类的 我要支持哪些 对吧 因为1.1比较老了 我可能就不支持了 那么在API 6里面呢 它是通过一个YAML的配置来完成的 它和NGX长得很像 下面有一个SSL Particles 去指定我到底支持哪一个版本 那么在右边呢 是通过一个API的形式 去做的一个支持 也就是说 你可以通过配置文件 去指定一个全局的 比如说我所有的API 都是只支持1.2和1.3 但是呢 我在我的API里面 我想这个API 这个路由 它可能有一些老的客户端 我需要支持1.1 你可以在里面去设置1.1 那么它其实就是会两边合并 来进行一个生效 最终以API这边为准 这个特性呢 在NGX里面 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做的 没有办法去做到路由级别的 因为它其实是一个 更像一个全局的配置 而且没有办法去动态的去修改 那么API 6 其实是借助了 OpenACC里边一个SSL 一个阶段的能力 去做到它的动态的 更新的这样一个能力 对 你可以在内存里面 动态的去更新 然后第二个是 WebSymboli和WAF的一个集成 API 6大概在两年前 我们新增了一个模块 叫做NGX WAF Module 我们可以在NGX里面 NGX WebSymboli Module 我们可以在NGX里边 去嵌入WebSymboli 去做一些这样的 WASM的这样的一些开发 大家可以用RUST 等等一些WebSymboli支持的语言 去做一些开发 我们把这块的一个东西 嵌入到NGX里边去 但是一直以来 大家并没有把它用到一个 很生产上的一个场景上面去 就是你没有找到一个很适合的一个点 但是呢我们最近做了一个集成 就是和Kerasa的这个WAF 做了一个集成 Kerasa的WAF的维护者 以前是Module Module Secrete的维护者 但是Module Secrete的一个项目呢 在最近它已经不再去更新了 所以他们的很多的Maintainer 现在在维护一个叫做Kerasa的一个WAF 这个WAF呢 本身是用Golang来写的 对 它的核心的WAF的规则级 和Module Secrete是一样的 对 是同一批人在维护的 但是Kerasa是用Golang写的 但是呢 这个项目也在和很多的API Gateway的项目 做integration 做集成 包括NVALY 包括NGX 包括API-6 对 它集成的方式呢 主要有两种 一种就是模块 就是比如说我在NGX里面 我嵌入了一个C的模块 我用Kerasa写了一个C的模块 去和NGX做集成 我用LULA去写了一个LULA的Plugin 和API-6做集成 这是第一种方式 它写对应的API Gateway的Module 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用Web Symboling 这种方式呢 它的好处是说 我和其他的网关集成的方式是统一的 比如说和NVALY的集成 和API-6的集成 那么它其实遵循的都是同一套的API 对 所以API-6现在已经完成了和Kerasa的 在Web Symbol上的一个集成 欢迎大家可以去测试一下 我们在最新的版本里面 其实我们很快会写一篇文章 会告诉大家 怎么用API-6的Web Symboling NGX Module和Kerasa的Web Symboling的版本 做一个集成 然后当这个集成做完了之后呢 其实我们后面就可以去做更多 Web Symboling上的一些应用 如果你不是 异步调用的话 对 大家知道WARF其实是一个 用CPU去做一些 正则表达式规则运算的 这样的一个场景 所以它没有一些异步的 这样一些操作 主要是一些CPU的运算 所以在Web Symboling 这个场景下是很合适的 但是它就会遇到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如果我们需要一些 异步的调用怎么办 我们需要在Web Symboling 去做一些访问数据库 访问一些外部的API 或者访问一些外部的网站 那么我不可能去等它 数据库的查询 给我结果之后 我再进行下一步 对吧 我肯定是需要一个 异步的调用 这样我的性能才能足够的高 那么就是我们怎么在 Web Symbol里面 去做一个异步的调用 那么其实现在标准的一些 Web Symbol里的协议 或者是一些它的Runtime 是不支持这种异步调用 那么我们现在在和 Warsom Edge这个社区合作 我们大概会在半个月 或者一个月之内 推出一个版本 和跟着Warsom Edge 和API-6的新版本 一起去更新 那我们就可以支持 在Web Symbol里面 去做异步的调用 就比如说以后 我要在数据库 调用在Web Symbol里面 调用一个数据库的操作 或者调用了一个 外部身份认证的查询 等等之类的 那么它就不用在 阻塞在那个地方 等待返回再往下走 就是你用Web Symbol里 可以不只做CPU级别的 这种密集的运算 也可以做网络的运算 那么这个也是我们和 在Warsom上面的一些进展 那么等这事情做完之后呢 大家就可以用Rust 用Golong等等 一些主流的语言 去完整地写API-6的差距 OK 然后这是和Web Symbol里 相关的两个特性 然后还有一个 我们正在进展的特性 是ATV3 大家知道其实 NGICS对于ATV3的支持 是比较晚的 它大概在几个月 两三四个月之前的版本里面 才真的在NGICS的 主流版本里面 增加了ATV3的这样一个功能 那么当这个特性 怎么能够在API-6里面生效呢 它其实还是需要一个 更多的周边生态的一些更新 比如说NGICS支持了ATV3 但是OpenRusty还没有支持 那么它的传导链 就是NGICS支持完之后 OpenRusty发版本支持 OpenRusty支持完之后 API-6在做支持 它每一个环节里面 都要做一些升级 才能在API网关上 去完整地支持ATV3和Quick 等等这样的一些特性 那么其实我们是有两种方式 在API-6里面去支持Quick 对 第一种方式呢 就是我等OpenRusty做升级 让OpenRusty的Mask的版本 升到NGICS的1.25 等等以上的版本 那么 然后我在API-6里面 在一些 我自己的一些Patch 或者一些接口 做一些更新 对 那第二种方式呢 就是API-6维护了一个 自己的NGICS版本 那么我们在 我们叫做API-6Base 我们在API-6Base的基础之上 把这些ATV3的Quick的 这些Patch打上去 然后做一个API-6 自己的发行板 对有两种方式 然后第二种方式呢 其实我们已经做完了 然后我们验证了功能 也是可以生效的 但是我们现在正在做的 就是在社区里面 去推动这第一种方式 我们希望通过上游先支持 然后我们自己再去 给它做一个完整的 支持的这种方式 去在API-6Base里面 支持Quick 所以我们这种方式的 第一种方式 我们大概要到 九月底或者十月初的时候 才能完成所有的开发工作 因为我们依赖上游的一些工作 OK 然后这是最近两三个月 API-6的一些 主要特性的一些更新 那么其实更重要的就是 未来 API-6会朝哪个方面去发展 我们看一下未来 我们一些路线图的规划 对 第一个就是GitOps API-6呢 我们叫做云原生的 API网关 也就是我们能够和云原生系统 能够更好的做集成 但是到现在 其实API-6还没有一个 完全用声明式的工具 去做它的GitOps的 这样的一个工具 对 就是你可以用亚某 来写API-6的配置 但是它并没有非常完整的 做GitOps 相关CICD等等 生态的一些集成 包括像Junkins Argo CD等等 API-6有一个项目 是Ingress Controller 它上面做了非常多的 这样的一些对接和集成 但是API-6本身 就是如果你在裸金属 或者虚拟机等等 非KBS的环境上去用的话 那么它其实并没有一套 非常完整的 声明式的工具 去帮你去做这样的 GitOps的东西 那么这个是我们 未来一个月 在做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事情 我们希望通过 用一个GitOps的工具 我们叫做ADC 就是API-6的 声明式的这样一个工具 能够帮助大家 在非KBS的环境里面 去用声明式的方式 去做各种各样的集成 那么这个东西做完了之后呢 当你在非KBS的环境上面去 你就可以和Junkins Argo CD等等之类的工具 去做很好的对接 然后你也可以用 GitOps的这种 内部CSD的方式 去控制API-6的各种行为 去做多环境的发布文 还有一个就是OpenAPI 到我们去说API Gateway的时候 其实我们一直在说的 不仅仅是API Gateway API Gateway只是API里边的 一个环节 我们更大的一个领域 我们叫做API的 全声明周期管理 从API的设计 API的文档测试 以及它的Runtime 还有它的货币化等等 它其实是一个链条上的东西 API Gateway只是中间 一个非常重要的组件 但是它不是所有 那么能把这些组件 全部串起来的 我们就需要各个系统之间的 一些接口或者叫标准 那么OpenAPI就是其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 OpenAPI的版本比较多 我们现在基本上主流的是 OpenAPI 2.0 也就是Swagger 或者是OpenAPI的3.0 那么在API-6里面呢 我们现在在我们里程碑里的事情 就是说我们要非常完整地 去支持包括Swagger OpenAPI 3.0 包括Postman的Connection 等等各种各样的 不同的一些API的定义 的方式以及包括像 用YAML方式的方式写API 叫做 那个单词我不太记得了 对 就类似于和OpenAPI 类似这种 协议的格式 我们都会去做支持 做完支持之后呢 就你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 非常方便地把 你在Postman等等 一些工具里面定义的API 导入到API-6的网关里面去 同时你也可以把API-6 你定义的一些API 能够导出到Postman等等 这样的工具上面去 去做这样一个集成 对 这是刚才我们说到的 API-6不仅能用LULA来写 插件 它也可以用 用Web Semble 用各种Web的Plugin来写 但是呢 我们刚才说了 我们前面花了很多的精力 在Web Semble上 那么 在 右边的Plugin上 Plugin Runner上 其实也有一些问题 因为现在的Plugin Runner呢 我们和API-6之间通信 是通过自定义的一个 RPC协议做了一个通信 那么 这个 我们当时做的只是个demo 但是当用户真正要上生产的时候 他会发现 自定义的RPC协议 对他来说改造成本比较高 如果说 我们现在其实只是把 ATP的头和argument 或者是一些参数 传给了 Java Golang Node Python等等这些Runner 但是如果用户要读 他的 请求体呢 如果用户要改他的 返回体呢 等等之类的话 那么 这个demo是不够的 但是用户要自己写的话 必须改这个RPC协议 那么对用户来说成本就很高 因为他要改两个不同的地方 而且他也没有办法去 很好的支持 后面这些所有的 语言的一些酷 对 所以在我们新的 Plugin Runner的设计里面 我们会抛弃掉 这种RPC的方式的要用 而改成标准的ATP的调用 对 然后在ATP里面这种调用呢 其实主要你可以认为和云场上提供的这种基于函数的Serviless的调用会比较类似 在APSX里面我们会通过ATP的方式调用远端的一个函数 然后这样一种方式 其实我们并不关心你后面是用什么语言来实现的 这样的话两边其实就截偶掉了 把自定义的RPC协议全部去掉了 然后我们会在 也是会在下个月吧 我们会有一个demo发出来 这样的话它在性能上会有一定的损失 但是它对于用户的这种可扩展以及灵活度上会有一个非常大的提升 大家就再不用去知道中间的自定义协议了 而是用函数的方式做调用就可以完成了 完成对接了 所以用户如果是关心性能 关心它的整个APSX整个阶段的完整性 那么它可以用LULA来写插件 对 如果它觉得LULA的这个语言不够的 维护的难度比较高 它可以用Web Symbol 对 如果它没有那么多的考虑性能 它就可以用我们刚才说的函数的方式做调用 所以说给了用户更多的这样一个选择 对 它所以最终的调用就是类似于现在这种方式 它会在APSX里面去做一个ATP的调用 然后ATP里面会说我要调用远端的哪一个 方式 然后通过KVA的方式 把我们所有的一些请求体啊等等之类的东西 能够穿过去 对 还有一个部分就是APSX的文档 对 在APSX社区里面呢 其实经常会有人来吐槽文档 说APSX文档写得很烂 确实很烂 对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花很多的精力 在重构APSX的文档 然后在这个新的APSX文档里面呢 它其实包括了几个不同的部分 包括它的getting started 就是能够让你在几分钟之内 能够非常快速的去体验和运行APSX quick start 然后 how to get里面呢就是说告诉你 在APSX你是一些常用场地应该怎么用 对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的一些background information 我去介绍我的一些概念 有什么是路由 什么是service 然后还有一个仗阶就是in production 在生产环境上你应该怎么去用 在生产环境上你应该怎么去用 一些最佳实践是什么 然后就是一些大概100个plugin 还有一些reference 我们一些API的介绍 然后这六个部分的目录的划分 以及大纲都是我这边来做的 对 所以我们会保证它的质量 我们大概需要用半年的时间 把APSX的文档全部重写掉 APSX的文档之所以会显得那么的不专业 或者是有很多的问题或者错漏 很大的原因是因为它是一个社区驱动的一个项目 APSX大概有600个贡献者 然后呢代码贡献者有差不多一半 文档贡献者有差不多一半 就是说这个文档是有三四百个不同的人写的 每个人的background 它的描述的问题的一个方式都是不一样的 它没有一个专门的tech writer 没有专门的人在写文档 所以三四百个人做出来的东西就会 有的部分还不错 有的部分就很糟糕 或者是有人起了一个不好的头 后面有人都会跟着它来做 所以我们在这个里面就会全部打散掉 会全部把它给重新做掉 对 OK 看大家有什么问题 也欢迎大家加我的微信 我们做更多的交流 OK 然后我不知道 阿帕奇神语的老师来了吗 对 因为他和我说的是 他身体有些不舒服 我不知道他最后过来了 如果他没来我们可以先放第四个讲师的那个视频 对 因为我们第四个讲师是在印度 他办中国的签证比较困难 所以他是用远程的方式接入进来的 我们可以先把第四个讲师那弯斗的那个视频先放出来 对然后他会给我们介绍 API 6在Gateway API上的一些应用 对 它是一个英文的topic 然后我们知道其实像K8S社区里面也有一些API Gateway 是基于NVoE来做的 然后提了一个标准叫API就是Gateway API 然后API 6其实在K8S Ingress Controller上面也做了一些集成 对 然后那弯斗会来讲一下API 6和这个Gateway API的一些关系和一些进展 对 所以也是一个PNN技术的这样一个topic